香港国安法第六十条规定 苏港国安公署及其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 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 这句话的含义也很清楚 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 立法 司法机构 对国安公署及其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 不能管 这个是保障国安公署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 因为国安公署行使的权力 已经超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范围 而且它执行职务的行为 它查办了许多的案件 都涉及了国家秘密 所以香港特别行政区 当地的机构不能够管辖 这是完全合行合理的 当然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 将来这个驻港国安公署就是无网管了 国安法本身对国安公署履行职责的程序 建议都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规定 便宜应该是无法表达的 不是说这一套比较严格的 我的故意是有证据的